我叫Kawa,我是一個玩樂器人 我想透過樂器表達我內心的那種音樂 我很想把大自然放鬆和音樂放在一起 是呈現和分享給大家的 我玩的樂器主要有來自印度的印度笛 歐洲的手掌 還有來自中東的框鼓 他們有很特別的聲音 我對他們的聲音很有感覺 所以我就這樣選擇他們成為我的音樂 另外就是他們 相對於主流的吉他、鋼琴這些樂器 他們沒有那麼複雜 他們比較直接 他們沒有那麼多學力 或者有很多技巧、練習才能掌握 所以我可以更多心神 就是直接去玩和去感受它 在家道里的自然不同的地貌裏面 去聽音樂或者去參與音樂 可以令大家打開聽覺 因為我們平時在城市生活 我們是關掉自己的聽覺 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訊息和噪音 關掉這個聽覺 好處是可以保護自己 但你應該的不好處是 你會同時關掉自己的感受力 來到加到你這裡 有大自然很漂亮的空間 有很多自然的聲音 就是一個機會給大家打開聽覺 去重新感受到處的聲音 經常都不能接觸到 經常都能接觸到 但事實上是… 並不會有失聯的 因為你始終存在在空氣之下 而始終存在在陽光之下 讓自己更多身處在大自然中 多點去草地赤腳走 曬太陽 游水、游海水、游溪水等 直接去透露大自然的元素 那些元素就會滋養到我自己的身心 總有一天當我的心神回來的時候 我便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連結 在這間新郎的音樂會上 大家其實同時都在參與這個 有一個過程 除了可以聽音樂之外 也會參與發出一些聲音 或者一起玩音樂 每次來的人都不同 每次的環境、天氣都不同 所以裡面發生的動作 都會每次都不同 不會再重複 同一件樂器 在大自然中存在 就是願意這樣 此時此地坐在那裡 去感受去玩 甚至可能跟一件樂器坐在那裡 我不玩 但是我是坐在那裡聽聲 去聽周圍的聲 去聽自己內著的聲 去聽我手上發出的聲音 在這個過程裡 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有一種疏離發生 有一種能量的流動發生 同時都會將自己內心的 一些東西都抒發出來 而創作有時候都會在裡面發生 下次再見